每年过完夏季 很多花有养月季 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种问题 就是这个叶片有斑点 黑斑黄斑 或者是有一些枯枝败叶 这个时候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 把这些枯枝败叶全部清理干净 这个时候大家不要心疼 哪怕是把叶子全部剪光 也无所谓 因为这些有病害的叶片 你不剪掉它 容易就会传染到其他叶片 剪掉完之后 接下来就是给它喷点药 用这个好清闲 这个好清闲 它是这种颗粒胶囊型的 使用起来方便简单 一粒胶囊对500毫升的清水 然后给它喷洒叶片 包括盆面表面 里里外外全部给它喷个透 连续给它用3到5次 5天一次 那么这样的话 就可以有效的控制这些病害 当它长一些新芽出来 就不会担心出现病害的问题了 大家看一下我这颗前段时间处理的 现在长出来的新芽是非常的漂亮 那么接下来就是给它触花时期了 所以说过完夏季之后 不管是夜季也好 其他花也好 都会拖多少少都有一点病害 那么这个时候要赶紧处理 不要给它拖久 拖得太久的话 到了秋季花期的时候 那么就错过了一波花期 当然了这个好金钱 除了月季可以使用之外 家里面的所有花卉都可以使用的 如果说家里面的花没有病的话 我们也可以一个月喷一次 做预防 这是最好的 当我们发现有问题之后 要赶紧及时处理 用看载的方法 好了 我们下期见